大家好 我是鄭中正 Raymond 鄭 我是香港的執業會計師 HLB Hotchini V. Chang的主席 因為我有整個家庭會計師 這個行業是很家庭的 一線當然是四大 例如他們做的審計工作 是比較大的企業審計 你就是負責其中一個項目的審計工作 二線比較小的會計師樓 他們可能有一個全盤的經驗 但是可能是一些比較小的公司的帳目 大家的經驗是不同 但是不代表一線是好過二線 或者二線是差過一線 各有所長 一行可以說是比較辛苦 同一時間我們是負責很多不同的公司 以至他們公佈業績的時間都非常相近 我們需要像拍戲一樣 同一時間可能拍幾組戲 所以你是大Big Four的會計師樓 以至二層中小營的會計師樓 其實都是要這樣做 一方面是一個好的訓練 即是一個好的訓練 但另一方面也不能夠過分 我們這幾年看到是有些過分的出現 我們是需要去處理這件問題 我們出了一個opinion之後 如果有其他因素加起來 導致到的停牌 我們這件事無口後非 但如果只是我們的opinion出了 而直接就因為這件事 而導致停牌 這件事是會直接影響到我們的專業判斷 在上一代的會計師 我覺得比較容易做 現在政府正在 在立法會 這個月將會有二讀和三讀通過 監管上市公司核數C的新的條例出台 很嚴苛的監管 是會令到會計師這個專業 刻怕了一些年輕的會計師 想出來去創業或者執業 這是一個很大的挑戰 也會造成業界的壟斷 AI、Blockchain 這些人工智能的技術 取代了我們比較舊式的核數方式 如果有AI、有Blockchain 其實你按一個按鈕已經看到了 對工作量來說是有影響 但是一個好的影響 因為是將我們 就時花了很多時間去抄 譬如說單據 譬如說一些交易情況的資料 是可以省卻了 減少這些時間 取代我覺得不應該有這樣的想法 因為最終AI和Blockchain 是得出來的一個結果之後 你也是需要有會計師 這類專業人士 certify得出來的結果 所以會計師的地位 我覺得是不可以 亦都不會被取替 在這裡